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安 兄弟 太开心看到你了 两位好 大家好 你知道圣经上在 马太福音16章19节 这样说 它说我把天国的钥匙 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我觉得其实 它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 然后另外它说阴间的权势 是没有办法胜过教会 换句话说 那它阴间的权势 其实它原文是什么 所以它讲的是门 阴间其实黑暗权势是门 门不是一个攻击的 门是一个什么 是防卫的嘛 换句话说 其实攻方是我们 守方是仇敌魔鬼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 不然的话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 躲起来 很害怕 这边灵不对 这边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去到某种程度 其实是不是 我相信有灵里面的骄扰 我绝对相信 我相信有一些的人在灵里面 真的是比较敏锐 那他们会察觉到一些的东西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某种程度 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 其实不是因为那边灵不对 所以我要绕道行 而是那边灵不对 因为我在那个地方 在我里面的圣灵 在我里面的 可以影响整个外面的氛围 所以他讲到门 门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 意思是说 所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某种程度 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俗的文化 很了解树林争战 因为我们有一个 鬼门开 鬼门开嘛 我们鬼门开有一个鬼门关嘛 所以意思是说 你不开 他就不出来 你关了 他就被关在里面 所以其实天国的钥匙是什么 反正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释放 意思是说 这个开门跟关门的权柄 不是仇敌摩根可以决定的 是神的教会 神的儿女可以决定的 这个钥匙是我们的 虽然我们知道 全地都是主的 可是他说 我把天国钥匙给你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神啊 你看到我们的社会 看到我们的国家 看到我的校园 看到我的办公室 看到我们的职场 有多黑暗 神 为什么你做什么 神说 我要是给你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 把房子租出去 虽然房子是属于我的 可是我房子租出去 我不能够随便进去 对不对 因为我要尊重 我给的权柄 而神把天国的钥匙 已经给了我们 所以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在说我们在等神 神你介入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 家庭的结构 婚姻的问题 所有这些的困难 等等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做什么 神你为什么 什么都不做 神说你来做 因为你可以开门跟关门 什么叫做开门跟关门 意思是说 你不允许它发生 你的祷告权柄 跟你行出来的权柄 可以让它不会发生的 你要让什么事情发生 也借着你的祷告 你的属灵的权柄 可以让它释放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教会的里面 在你的城市 在你的校园里面 这让我想到 真的是一个圣经节 讲到说 光照到黑暗里 黑暗就不接受光 可以另外翻译成 光照到黑暗里 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 黑暗其实不是个存在东西 黑暗其实真正定义是 没有光 所以与其咒诅黑暗 不如点亮一只蜡烛 因为基督徒没有发光 所以当然这里 就有黑暗的存在 就像你刚刚讲得很好 很多基督徒 今天我们在看待 教会的角度 有些时候把教会 当作是方舟 就是我们 这个世界真的已经是 太败坏 太邪恶了 我们赶快跑进到教会里面 把教会的门关起来 外面好黑暗 外面好邪恶 可是教会里面好温暖 教会里面是充满爱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是有些时候 在教会里面感觉到说 你看这个世界 对教会节节进逼 我们在那个门里面 好辛苦 我们快挡不住了 我们快挡不住 这个世界的潮流 可是换一个角度讲 其实圣经上 这样告诉我们 阴间的权势 阴间的门 不能够胜过我们 其实相反的是 我们在攻击仇敌的门 应该是仇敌 躲在那个门里面 说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你看我们在政治上 我们在商业上 在教育上 在媒体上 在艺术文化上面 在这些所有的领域里面 在家庭的领域里面 这七座三头领域里面 我们都在节节的拜会 然后光越来越进逼 然后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 我们越来越把真理 越来越把神的国 把神的旨意 带到这个社会的 每一个层面里面去 这才是真正的 但是当我们思想 基督徒的心态 是在这个地方防守 而不是攻击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决定于那个心态 它的心态里面 是不是带着一种 我们必定会得胜的心态 是 他们有一种 有些时候 有些基督徒的想法是 这个世界就是会越来越 越糟糕的 越来越糟糕 这是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去做什么事情的 神已经命定 已经就是这么说了 我们只能够接受 我们只能够把自己 做好 这样的心态 还是说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是得胜 基督徒是得胜的 教会是得胜的 所以这个得胜的心态很重要 所以我们选择 守或攻击 这是我们心态里面 是不是相信 我们必定会得胜 我是否有个得胜的信心 在我们里面 可是这个得胜的信心 事实上是来自于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对神本质的认识 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 我们知道神是充满爱的 我们知道神对这块土地 对这个城市 对这个国家 对教会的心意是好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 好像比喻中神牧师常讲的 是这个天国入侵 这个地面 所以我们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对神的医治的能力 我们对神带来自由的能力 释放的能力 我们对神圣洁的能力 的认识 我真的觉得 其实属灵征战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抽象 而且属灵征战 其实是非常实际的 意思是说 你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给仇敌留地步 其实我们透过我们的生活 透过我们的选择 透过我们的lifestyle 那其实你如果看 地被玷污是因为人的罪 对不对 所以黑暗的诠释也好 或者是现在整个的 世俗的价值观 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会 弟兄姐妹会感到害怕跟恐惧 觉得越来越黑暗 可是其实你知道 你如果把属灵征战最简单来说 其实 当你说 把灯点上 让光光照 其实我们的生活 就是那个光 当整个世界 好像潮流 是讲到家庭结构的崩溃 你知道当我们基督徒 好好地去经营我们的婚姻 其实就在做属灵征战 当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彼此相爱 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一个婚姻 我们就在做属灵征战 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互动的时候 我们好好地爱我们的孩子 照着神对我们孩子的心意 去养育他们 其实我们就在做属灵征战 因为是跟整个的世界的趋势跟潮流 是完全走相反 意思是说 我们很害怕同流合污 可是当我们不是 我们不需要害怕同流合污 当我们为我们的信仰站立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不会被同流合污 我们不只是不会被影响 我们可以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可以带来一个 一个正向的影响力 是一个导正 是一个归正的影响力 当人看见到我们的婚姻 他会对婚姻有盼望 当人看见我们的家庭的时候 他会说我也想要生养众多 当人为什么基督徒的孩子家庭 这么快乐 这么幸福 当一个学生在班上 所有人都在作弊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不要作弊 我选择正职 我选择诚实 其实他带下的是一个 属灵的一个影响力 在他的班上 因为他的正职会让旁边的人说 我这样做好像也不太 对 因为你发现 作弊的人都喜欢 大家在跟他一起作弊 对 全班一起作弊 那大家最开心 可是有一个人愿意 为信念战力的时候 其实是会激发别人的 一个人愿意慷慨的时候 他在慷慨也会激发他别人的 那个圣经上讲 其实他的良心会被唤醒 所以其实我们的行为 当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 活出那个合神心意的仰视的时候 其实本身就是属于真战 我跟读学刚刚就想讲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教会是一个公事不是守事 因为阴间的门是防守的 但你提到说 我们的生活自然就在属灵征战 那如果用刚刚这个作弊这个例子 说如果大家都爱作弊 我不作弊的 本身发光就已经在影响 这个属灵的氛围 就在征战 可是有一些时候 基督徒会把这个 征战这个字 或说公事这个 进攻这个字眼 再把它放大 他会觉得说 也许这个孩子应该去跟老师告状 让其他所有作弊的人都被罚 然后来改善这个班的风气 来进攻这些他认为犯罪的人 把他们当作一个打仗征战的对象 才是属灵征战 所以当我们谈到说 教会是一个公事 要往前改守围攻的时候 我们要去讲清楚 我们攻击的武器 武器跟对象 跟对象是什么 所以其实在 我们刚刚我们谈到几个东西 就是圣经上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个幽暗世界的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 所以其实即便是 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 不是人 不是人 所以假设我们性能主持 爸爸妈妈逼迫我们 或是我们同学朋友逼迫我们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征战的对象从来都不是 他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同学朋友们 而是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这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 OK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各样坚固的营类 把人的心夺毁 使他们都能够顺服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既不是与跟任何人来征战 不管是像一个传福音 或者大到任何的一个社会议题 任何的人都不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 而是那些背后的邪力 那才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 我们用的方法 当我们不断地去 我们不断地往前去用一个进攻 我们必须要是用爱的方法 给我们征战的兵器 是要让人 不是 我们要把他们的心意夺回 是要把神的心意夺回 能够认识神 所以要用神的爱 用神的医治 用神的能力释放 人入侵这个世界 讲到这里我就要想我 讲我最喜欢最近常讲的 非洲的故事 就是亥利贝克这个宣教师 在我们那边附近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他的故事 读他的书 很多西方宣教师会喜欢去那边短宣 去参与他的工作 你知道在非洲 这个灵界超自然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真实 包括以前在西非 无独教的范围 他是真实的能力 就是说我们有听过 巫师集体出来 咒诅一个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第二天就身重病 有很多的状况 甚至死掉 所以亥利他在 莫山比克的北边 遇到一群的巫师围着他 然后开始凶神恶煞 然后念咒 敲锣打鼓 杀鸡 流血 祭司 丢蝙蝠竿 丢咒诅 但是西方宣教师都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他们想说 属灵征战来了 所以他们就举起双手 大声方言祷告 回敬他们 看两边谁大声 然后就对 好像要干鬼一样 对阵 对阵 海里说 第一个 这些巫师不是你征战的对象 第二个 你的武器也不是在那边比大声 你的武器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你把爱搬出来 就连神都出来 那神是最大的 爱是永不失败的 爱是永不止神 所以他做什么呢 他没有方言祷告 他冲过去抱每一个巫师 亲他 抱他 然后就是亲他们的脸 讲到说耶稣爱你耶稣 然后你知道 这些通灵的人 他们跟他们侍奉的主宰 还是非常非常熟的 所以一瞬间 很多巫师当场吓了跑调 因为他第一次遇到一个没笑的 法力失效 所以这些跑调 第二种没有跑调的 他反应是当场跪下来 接受耶稣 他感觉 你这个神太厉害 我没有遇过这种的 对 只有两个反应 所以他在这个争战里面得胜 他胜过的是那个控制巫师 背后的黑暗权势 他用的方法是神的爱 但是相反 如果你把这些巫师当作敌人 你可以尽量打 尽量打 那你拿出来的武器 就是属血气的 是对抗 是对立 是仇恨 你永远没有办法拿出爱来 那你就没有力量 那你就会在这个争战里面输掉 有一个很有名的 美国的传道人 他现在已经过世 这个人叫David Wilkerson David Wilkerson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The church used to confess its sin 但是现在他们是 confess its right 你知道教会过去都是承认自己的罪 对 可是这个是双关语 但现在都承认自己是对的 或者都是宣告自己的权利 那么教会很害怕 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不要不承认自己的罪 不承认罪 只是去宣告这个是对的 或是这些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当David Wilkerson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他看起来是一个这么坚持真理 对罪毫不妥协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确实在纽约的街头 你知道 他有好几本有名的书 是讲到那些纽约街头的帮派分子 然后那些真的是 警察也害怕 犯了非常多谋杀案的 然后可是确实在他的爱之下 被感化 然后很多年轻的帮派分子 纷纷地因为这个David Wilkerson 他们能够转变 生命能够被转变 所以当教会要怎么样 去坚持真理 要怎么样带下神的圣洁 那其实是需要用爱去转化 去带来转化 用爱去得着那些 甚至是人们最害怕的 闻风丧胆的那些帮派分子 今天我觉得我们所谈论的 这个属灵征战 真的跟很大的去扩张了过去 我们谈到属灵征战的想法 它不是一个守的 而是一个前进的 是一个进攻的 它所用的方法 不只是很迫切的祷告 而是用爱 用尊荣的方法进去 那么让我们再思想一下 到底有哪些层次的属灵征战 哪些不同属灵征战 我想用一段经文 以佛所述第二章里面 有一段经文这样讲 它说那时你们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那时候我们也都跟他们一样 我们都放纵肉体 随着肉体喜欢的去做 这里面其实讲到三个属灵 不同的属灵征战 第一个 今世的风俗 我称这个叫世界 我们第一个属灵征战 其实是这个世界 第二个是这个现今 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 第二个属灵征战是魔鬼 第三个属灵征战 它说我们也在他们当中 也放纵肉体 所以肉体喜欢去做 第三个是肉体 那么这三个不一样 世界 其实这个今世的风俗 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跟价值观 譬如说在学校里面 考试不作弊 明年做学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今世的风俗 对不对 或者是有些人说 出社会 就是说我们谈生意 一定要去这个酒店 去酒店 犯什么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个就是今世的风俗 这是这个世界的文化 不对的文化跟价值观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 我们需要去对抗的 OK 好 那第二个是魔鬼 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谈了很多魔鬼 第三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肉体 我们的肉体 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 要去胜过的罪 坏习惯 负面的思想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 甚至是坏脾气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 有一段话讲 它说 制伏己心的 强如取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我们需要很努力地去 把我们自己的肉体定在石架上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说 我们的肉体 我要来爱它 我要来尊容它 我的肉体 喜欢做的 我就去做 对 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讲到说 要顺从圣灵 体贴圣灵 而不是体贴肉体 那个地方不是说 把圣灵跟邪灵摆在一起 是圣灵跟肉体的对抗状态 是 所以其实怎么样 怎么样制使自己的肉体 怎么样每一天 背起石架来跟随耶稣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征战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有影响力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圣洁的里面 可以影响我们周遭 其实刚才讲到的 当我学习去胜过我的肉体 其实我就在影响这个世界 因为我在接触的人 透过我的生命 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然后最终我们这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带来的是 全地的一个灵界里面的一个翻转 我真的相信基督徒 我们有权柄可以影响这地 我觉得神也把权柄赐给我们 借着我们的祷告 借着我们的传福音 借着教会的福音 或者是爱心的行动 真的是当我们去关心 这些周遭的人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翻转这块土地 当我们谈到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很关切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社会当中 去转变它的文化跟价值 我们怎么样子让 失丧的灵魂能够得救 我们怎么样子把鬼赶出去 让人的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够忽略掉 这所有的一切要先从跟我们的肉体 跟我们的老我争战开始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关键的一步 我想到在圣经当中 很多被神大用的人 其实他们何尝不是经过 一些属灵征战在里面 他们靠着神的能力来得胜 譬如说彼得 可能本来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可是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 彼得却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 约翰本来可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因为他被称为雷子 对吗 可是后来却成为 他是在 你看约翰福音 你觉得他那个对爱的歧视 爱的使徒 对 他正在爱的使徒 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他所带出来的这样的爱 我相信他们生命当中 都一定有经历过一个 胜过他们的肉体 胜过他们的软弱 甚至在他们的思想当中 很多得胜的时刻 我发现我们今天围绕着 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主题 包括怎么征战 最后都在讲耶稣本身 我们说光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 跟从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 我们说爱 神自己就是爱 耶稣就是爱 这个最好的表现 我们说到致死肉体 我就想那句话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阿们 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 跟随耶稣 有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属灵征战的领域里面 常常得胜 所有一切在外在的突破 都必须要先从我们内在的生命开始 而这个内在的生命 其实是先从我们认识基督 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开始 最后我想到 有一个很有名的苏格兰牧师 他叫Robert Murray 那么Robert Murray 这个十九世纪的一个牧师 Robert Murray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现在你听到耶稣基督 在你隔壁的房间为你祷告的声音 那么就算你有一百万的仇敌 你也不害怕 如果现在你听得到 耶稣基督就在旁边的房间为你祷告 可紧接着你就不害怕仇敌 可是紧接着他讲这句话很特别 他说距离没有带来任何的不同 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这个距离并没有带来任何的不同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害怕 数以百万计 数以千万计的仇敌 所以在属灵征战当中 我们是必定会得胜的 我们相信属灵征战会得胜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得胜的主 耶稣基督是得胜的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